大家好 我是慧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吃喜宴或是新居落成宴客的流水席 菜色大多是比较传统的 如果说你有印象的话 除了桌上原本摆着的瓜子 花生等等开胃小坚果之外 上桌的前几道菜通常少不了一大块 香喷喷的笋丝卤蹄膀 或者是炸的香酥可口的肉卷 当然加了点酸甜红色酱料的酒孔 也是固定班底 不过其中最经典的 就是搭配着白萝卜和蒜苗的乌鱼籽薄片 每次吃喜酒就是起到这道菜 虽然胆固醇的确是高得吓人 但是乌鱼籽特殊的咸香气味 还真的是掳获不少人的味蕾 不过你知道吗 乌鱼籽不只好吃 它也为台湾创造出很高的经济价值 乌鱼籽顾名思义就是乌鱼的籽 只不过乌鱼的籽比乌鱼的肉有名太多了 所以不仔细讲 还真的忘记乌鱼的存在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乌鲸的故事 这里的乌鲸指的可不是贪乌的那一种乌鲸 而是乌鱼 为什么叫做乌鲸呢 原来从鲜明渡海来台的时候开始 乌鱼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样 因为乌鱼全身上下都可以拿来利用 在农历的十二节气里面 冬至的前后就是抓乌鲸的好时机 如果抓到母的乌鱼 当然就是发大财了 因为里面乌鱼籽可以说是 乌鱼全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 但是如果抓到公的乌鱼也不用伤心 因为乌鱼标虽然没有乌鱼籽那么值钱 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有时候甚至可以标到跟乌鱼籽一样高的价格 另外乌鱼筋的价钱也不便宜 它有一点类似鸡筋的部位 除了可以做成料理 也可以把它晒干之后拿来烤 有一点像是烤鱿鱼的方式 烤起来香香的 拿来当作下酒菜或是茶点都很受欢迎 加钱好一点的时候一斤可以上看好几百元 虽然说比起乌鱼籽的一斤2000元算是平价了一点 但是想要豪迈的吃恐怕荷包也是会有点心痛的 肚子里头值钱的东西全挖出来之后呢 乌鱼壳也不能放过 乌鱼壳指的就是乌鱼肉的俗称啦 还蛮贴切的 你看把内脏通通挖出来之后呢 外面的肉就像是一个壳一样 除了拿来做料理 煮汤炒饭炒面之外呢 跟乌鱼筋一样也可以拿来晒成鱼干 不过呢乌鱼壳还是拿来炒米粉最常见 甚至呢还有这样的一句俗言 叫做乌鱼炒米粉金弓抢抢滚 还真的是蛮有趣的 最后呢剩下鱼头跟鱼尾 难道有丢掉吗 当然不是 含有丰富营养素的鱼头跟鱼尾 拿来煮鱼汤或是做成砂锅鱼头 听说啊滋味可是非常不错的 讲到乌鲸就一定要来介绍一下藏载聊 早期呢在鱼汛时期 也就是乌鱼啊会在这段时间密集的聚集在一起 在这个时候呢 渔民就会搭起这样的藏载聊 不过呢别以为这只是普通的公聊 渔民对这个藏载聊啊可是非常尊敬的 除了要天门帘还要拜拜 行事啊更要小心 有时候呢连讲话都要有规矩 例如说成犯这件事情 必须说提饭而不能说提饭 如果说错话或是做错事啊 很可能就会导致无法在这一季的捕乌鱼期大丰收 所以啊一切可是马虎不得 台湾捕乌鱼的历史呢 从荷兰时代就开始了 在那时候啊甚至还要缴捕鱼税 所以呢也留下了很多俗艳或是语言文字的记录 不过呢近几年因为海水的温度上升 乌鲸已经不太愿意在台湾靠岸了 现在野生的乌鱼大多只能靠养殖业来满足市场需求 所以咯我们可要好好的爱护地球 免得以后动物们都不愿意来台湾咯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跟周周一起自助旅行 看看鲸在英文中有哪些实用的片语 千万别错过咯 那脸书怎么会赚钱呢 而且还让创办人Mark Zuckerberg成为最年轻的亿万富翁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personal data 个人资料 广告商呢都想知道说自己的产品最适合谁 哪一种人呢可能会买自己的商品 所以透过这种个人资料的搜集还有研究 就可以一目了然 所以呢在今天呢拥有庞大的personal data 透过广告业务还有付费功能呢 让脸书成为一个最好的宣传平台 Facebook is sitting on a gold mine of personal data 从脸书的例子呢可以知道说 在现代的社会不是真的 只有看得到的经营财宝 还有钞票才是值钱的